人家說行行出獎玩 聖地科學少人知道 照片打完大小行 走對著鄉天的腳步 來 起行啊來 阿里山是國際文明的路由景點 剛才有外出 粉海 消費車以外 我們家出獎的台風景色 也去賣賣照幽客的我們說 阿里山所生產的古山地 可以說是上港有名聲 下港改出名 不過觀眾朋友 你們覺得聽過台風也會聽音樂 咦 湘婷你到底是在唱什麼 我要去找聽音樂的台風 我去找人啊 我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原來要加茶圓 真不簡單 哎呦 聽說在阿里山這裡 有一個電影 是有機製造 而且都聽音樂 大小的捏 都出很久 我已經在這裡找三天三明 我快點都找不到 哎 咦 你有聽到嗎 在那啦 快點快點 喂 這聲音越來越近耶 到底是不是在這裡啊 不然這裡有一個大姐 我來問看看 大姐 大姐 大姐妳好 哇這大姐好漂亮喔 來小心小心 這茶園工作真的不簡單耶 大姐 我幫妳請教一下好不好 我要聽人說 我們這裡有一個電影 是有機栽種的 而且都聽音樂長大的 我覺得這音樂好接近喔 是這裡嗎 就是我們這片茶園 難怪千辛萬苦 我終於找到它了 好 怎麼稱呼你啊大姐 我姓賴 賴大姐齁 所以這片茶園 全部就是都聽音樂 從早到晚 我都放音樂給他們聽 哇 我覺得它長得特別的那個綠藝暗 有沒有 特別開心 因為 植物它其實它有感受的 是 就好像我們人 人家一直把我們芋肉 把我們芋肉 或是說放好聽音樂 讓我們聽 我們心情會很好耶 這真的耶 所以妳就是 那個起心動念 就是覺得說 給它聽音樂 對 讓它長得更好 而且是最主要是 我們不噴灑農藥 不噴灑農藥 對 什麼 不噴農藥 哪有可能 這齁 其實要克服一些的困難 對啊一定很困難耶 因為我雖然不穿過茶 也不然我看過文化 它在抓茶叢很辛苦 有沒有 對啊 你不噴農藥完全有機栽種 對 因為我希望說 大家吃這茶可以身體健康 對啊 我們做一個比較健康的茶 可以說可以幫助到別人 所以我覺得妳很棒 所以妳應該是很愛喝茶 很愛品茶的人 做茶做了二十多年 真的 很不容易耶 對 所以講真的要有機栽種 真的很不簡單 因為妳光那個蟲害 我們說實在 假設妳現在都沒有噴農藥 妳可以收什麼 100% 還是妳現在就噴農藥 應該沒辦法收到完全了吧 其實就是說 我們如果選擇不噴農藥的話 多多少少一定會損失 這是不可避免的 對 只是說我們用方法去克服 其實很奇怪 就是說我們 從開始實驗這個茶園 兩年以來 這兩年 其實齁 蟲害不多 真的喔 蟲害真的不多 就是我覺得他們好像有一個感知能力 是 對 所以我覺得長得也很漂亮啊 你不覺得長得還可以嗎 很漂亮啊 而且跟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我想說又要有機栽種 然後不噴農藥 可能會都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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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我自己很想就是說 能夠自己嘛健康又漂亮 對 那也希望說 我做的東西也能夠帶給人家健康漂亮 是 所以我相信這些茶蟲聽到音樂他也覺得 這麼漂亮的風景我不要吃葉子了 所以他就跑掉了 這裡風景還真的蠻漂亮的 遠遠看去就是一隻大象象山 對耶 就風景還蠻漂亮的 超棒的 好羨慕這些茶蟲喔 每天都有這麼漂亮的風景可以看 那我們種的這個茶是屬於什麼 這是阿里山高山茶 然後呢我現在所做的其實就是紅茶 喔紅茶喔 對對我都是比較傾向於做重發酵的 是為什麼喝紅茶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重發酵的茶其實口感比較 持續比較久 就是說比如說我們 深茶綠茶半發酵 其實它是比較香啦 比較原味比較香 比較香 但是喔 比較沒有這種重點咖咖咖 口韻比較重 然後就是吃起來比較不會養 喔喔 阿妳如果敢有這種說法 就說譬如我們說 偽藏比較不好的 她想要來品茶 試試看看幫助消化啦 齁 所以可以從這個 我們的所謂的重發酵的茶開始嗎 妳要去內行這樣齁 偽藏不好的 跟我們喝這種紅茶很好 真的齁 它有質紅素 對身體很好 對胃腸很好 所以它是有質紅素 對對對 對腸胃好還有什麼幫助嗎 抗氧化嘛 對 最主要是要抗氧化 所以我看 要讓我們漂亮 這裡有幫助耶 因為妳有的 妳像我就是胃比較不好的啦 所以我會比較重視說 我如果想要喝茶 又想抗氧化 對 你可以怎麼選擇 胃不好的話 就是說我們 我們 切茶也很好 但是我們著亮 再來就是說 不要空呼喝嘛 是 但我們高山茶其實 說真的是比較沒力 對 但是我們算是說 這個當我怕的紅茶 對胃腸還比較好 原來是這樣 所以妳如果說 要喝茶的朋友 不妨也可以來嘗嘗這個紅茶 對 試看看 特別是妳像 這講真的有機紅茶不容易 高山紅茶 其實它跟一般的 比如說 阿薩姆系列的 或是紅玉系列的 沒什麼一樣 這樣喔 它是比較高山系列的紅茶 所以它做出來的口感 跟一般的紅茶是不一樣 原來是這樣 這樣啊 觀眾朋友啊 妳對紅茶 是不是有真一步的了解了呢 那如果像說在做茶 做茶也要吃工夫吧 做茶也是很繁雜喔 也是一個很多的程序喔 都要面面俱到 要環環相扣 一個細節出差錯 這一批茶就 就完了 就不好喝 你就要等下一批的一心而已 對不對 真的真的 細節很多的 那妳可以帶我開開眼界嗎 我竟然千里迢迢來到這個地方 對不對 終於有耳聞 終於可以實際的見到 我們這個聽音樂的有機紅茶 也要看看它的製程 到底有多困難 對不對 好 跟我來 好好走走走 真的是 滿艱辛萬苦的 各位朋友 要喝茶是不簡單的啦 來 欸 賴姐 欸 湘婷 我想說 我叫妳帶我來看怎麼做地 妳不帶我來這裡這裡喔 這就是我們做地的地方 我跟妳講 這就是我們做地的地方 這是做地的地方 對 這就是我們室內尾雕的地方 室內尾雕 我們第一個程序就是 室外尾雕 日光尾雕 在上面在打在上面 讓茶葉在那裡發酵 不錯耶 先給它聽聽音樂 然後再給它做做日光浴 對 晒完太陽 竟然再塗一層那個 防曬爐 在室內尾雕就對了 你怎麼會形容 也有畫面啊 也覺得茶葉很享受 對 你很有想像力 當然就是說 茶葉它第一個步驟就是 室外尾雕 對 要日光浴 要發酵 要走水 對 走水之後我們 打到某種情況的時候 我們要專業去判斷說 差不多啊 我們今天我們裡面做室內尾雕 是 繼續發酵 繼續煮水 就是我們今天裡面的時間比較短 我們裡面的時間比外面的時間比較短 時間都這麼長喔 時間很容長 因為紅茶它是全發酵 像它一般的烏龍茶 它就是一個半發酵 發酵還有分這麼多啊 分全發酵半發酵 那個發酵的那個程度 它到大概是幾%這樣 真的茶文化 每一個步驟都是學問 真的啊 不是以前人在說一句話說 文酒風水茶 現在就無幾個 唉唷 是嗎 超專業的那一姐 但我有聽人說做茶 很辛苦啦 工序非常的多 除了我們講的室外室內的尾雕 那後面呢 後面其實像室內尾雕料 我們還要什麼呢 要浪輕攪拌 算說我們做完SPA後 就要去做三千隻 我們做完那個 滾筒 浪輕攪拌 所謂的SPA以後 我們先讓它靜置 靜置在傳統的那個 鑑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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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兒帶你來看一下 鑑模子 好 你看一下 對 我們要追根究竟 哇 賴姐 這一森一森是要等著吹過嗎 湘婷我就是要跟你說 這就是我們傳統的鑑模子 鑑模子 對啦 這是我們傳統的鑑模子 小心小心 你看我們喔 古早時在做的就是 鑑模子一森一森 有沒有 茶葉放在上面 然後 在這裡發酵的 在這裡發酵喔 對 這就是我們傳統的鑑模子 我們剛才看的就是 我們改良的檢疫者 是這樣喔 它的功能比較好 它功能 它做的地方比較多 對 時間比較省 所以這是算是以前的流團 以前的就是一直流團 你說鑑模子就對了 對 在室內在做發酵 對 所以它一森一森這樣 這就是 我帶你來看一下 就是 你可以把它拖出來看看 這雖然這樣拿起來不夠重 但是你怎麼知道 裡面有幾層 你知道裡面喔 裡面如果是茶葉的話有沒有 都滿的 你有時候需要一點工夫有沒有 這我以前都做過了 我說香甜這樣 好 來來 這樣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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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我來我試試看 等一下 等一下想我做倒茶不來 要先左右搖一搖 要先往前 要先往前 往前 要再左右兩邊 左右搖一搖 你要把它搖到中間 喔搖一搖 搖到中間來 甩一甩 對搖到中間來 才可以然後再繼續 每一層都要 你繼續攪拌 每一層都要要拖 每層一層拖出來啊 如果你願意 一層一層一層的 這邊搖就當時啦 這邊有一層 一層要搖多久 這個喔 看你的工夫啊 我的老天爺啊 這真的沒辦法啦 這沒專業的老師傅 不怪人家說這茶味整是Q有道理的耶 要用人家來搖這個 實在是有夠疼 不怪的茶是這麼長貴 所以咧 我們來看看這個一桶一桶的 就是 沙青雞 喔這是沙青雞喔 是沙青雞 沙青雞 沙青把它炒熟 炒熟喔 它三百幾度 一桶一桶差不多 我們來評估 因為茶這種的沒辦法是SOP 就是說 一般來說 一定是幾分 一定是多久 沒辦法定時喔 15分完成不能這樣 要看 全憑經驗對不對 對 做茶真的是有夠夠工的 而且茶的好壞 全口師傅的經驗 一步一步都不能剪菜喔 從日光尾雕 就是所謂的室外尾雕 到室內尾雕 到浪青攪拌料 讓你讓靜置發酵料 到我們要的那個味 可以了 可以炒 來到這裡 炒熟 炒熟 炒熟後就說 該肉捏 每一個小小都黃黃相扣 對 一個小小你如果出口 你這家茶可能就拼一個壞了 每一個都是路市町 真的啦 每一個人都很重要 每一個環節都很重要 為了要呈現一泡好茶 對 一泡很好的茶 給消費者給大家喝 真的很用心 那我們來喝一下吧 好啊 沒問題 耶 走吧 等了那麼久 終於可以好好的品嘗 我們剛剛這樣一路走來 看到了得來不易的紅茶 好 我就泡我們的紅茶 有機紅茶 讓你品嘗 聽音樂的喔 有機的喔 到底有聽音樂呢 然後有機在中的紅茶 跟我們一般喝起來的紅茶 口感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尤其在今的茶香 每天都在聽音樂 不知道會有什麼特別的口味呢 真的好香喔 嗯 而且啊 我是不懂茶啦 我選吧 不知道是因為它聽音樂的關係 我覺得它會有一種回甘的那個口感 而且回甘之後不是乾而已 是一種香甜 有一點甜味 難怪你會說果香 為什麼啊 你為什麼會想給這個茶園聽音樂 那個構思是怎麼樣 其實在 源頭是多年前啊 我聽到一個實驗 就是說兩盆植物在一樣的環境 一樣的水空氣陽光當中 就是有一盆植物是一直讚美它 有一盆是一直罵它 然後很快那個讚美它的就 很漂亮很漂亮 那個罵它的就不到三天就死掉了 真的喔 對所以他們在實驗這個過程當中是 大自然植物是有 它是有知覺的喔 是 它是有知覺的 所以就引起我就是 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既然植物它是有知覺的 那如果我們給它一個愉悅的環境 給它音樂聽 它會不會更快樂 生長得更好呢 那我就想起說 我自己很喜歡那些 美好的音樂啊 古典音樂啊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在這上面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音樂 互演到非常重要的角色 聽到輕鬆的音樂 喝到紅茶 心情也對得好起來 其實人會快樂 是因為你心裡有愛 那你有愛的時候 那個正向能量很強的時候 你身體會有一種震動頻率 會越來越強 香婷這很好 這很好的分辨 對 你去看那個戀愛中的 哪一個不是很漂亮 就超會震動的 哈哈哈 就是 有道理 就是那個愛 你給它愛它就會漂亮 真的耶 所以人也一樣 植物也一樣 什麼都一樣 動物也一樣 你給它愛 你給它一個關懷 你愛它讚美它 它就會漂亮啊 不是只有我們兩個 我希望所有的女性朋友 願它都美得像朵花一樣 沒錯 那呢 如果想要美得像朵花 那我們就來喝這個 有機紅茶 謝謝 有聽音樂的紅茶 讓我們都可以美得像朵花 敬你一杯 謝謝 今天的行啊來 看到突破傳統做法 走出自己的路 做出不一樣的茶 這次的行啊來 又還有什麼不一樣的呢